大家好,我是小贼猫 今天在回家的路上 我竟然看见一位男子 正在路边殴打一个女孩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如此张狂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不对,现在是晚上 我还是少管闲事吧 不行,怎么说我也是个男子汉 怎么能够如此怕事呢 你给我住手 我让你住手,你听见了没有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以动手打女人呢 赶紧给我走 这个男子居然没有生气 而且很开心的就走掉了 真的好奇怪呀 算了,我还是赶紧看看 受害人怎么样吧 美女,你没事吧 谢谢你救了我 你真是个大好人呢 我的个去 这,这,这也太丑了吧 呃,姑娘,你没事就好 那你赶紧回家吧 我先走了 哎,这叫什么事儿呀 没以为会是个美女 没想到这么丑 嗯? 我去 这个丑女 怎么跟着我回家了 我来看你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你救了我 你就要对我负责 不是姑娘 大半夜的你可别吓唬我呀 我救了你 你可不能反过来害我呀 我这没有什么地方 你赶紧走吧 什么声音 这柜子里怎么好像有声音 我去 你可吓死我了 你怎么进来的 我感觉这个地方就很好嘛 以后我就住在这里面吧 怎么样 惊不惊喜 开不开心 意不意外呢 我已经受不了了 你 赶紧给我滚出去 离开我家 看你还害羞了呢 那我改天再来 希望今天可别再让我看见那个丑吧 我真是忍无可忍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谁让你的善良打动了我呢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那你还是别报答我了 留着去报答别人的 住手 光天化日之下 你一个大男人竟然打女人 赶紧给我放开她 太好了 那这个漂亮女孩就归你了 我先走一步了 我终于解脱了 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嘿嘿 你好帅呀 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既然你救了我 就要对我负责哦